財經點滴潘碧雲 聯邦儲備稿局長伯林克 今次在國家經濟稿的演講後 被人問到重演一次 上個月的聯儲局記者會 還會不會有同一番的講話 他說希望聯儲稿 是一個透明度高 以及多溝通的局 也希望市場 可以取得更多政策推行者的資訊 事實是如果投資者 能夠明白更多 聯儲局不會永無憂止去量寬 而能夠減少持倉 減少風險 有一天 他們就會明白 伯林克今次是做什麼回事 大概大家都已經忘記了 2008年金融海嘯的前兩年 市場久不久 就有人直接問聯儲局 關於次案的穩健性 當時聯儲局的委員 都說美國金融體系健康 穩定 甚至在2008年3月 Birth Dance 因為次案熱務 拖垮了整間公司 卻要由JP Morgan Chase收購 收購價還剩10元 它的52週高位 是132美元一股 無論是聯儲稿 還是美國政府 當時都沒有提出過警告 即是類似吸引危害健康的那種警告 所以為何才會有人質疑 美國那麼多精英 怎會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無論如何 當時已經頂了格林斯潘的位置 來做聯儲局主席的白林克 都沒理由突然有一天睡醒覺 才知道發生了大件事 他今次由5月22日開始 對退市的說法明顯有了改變 是因為政策不是他一個人說事 但如果他說明要減低風險的時候 又為何不值得參考呢